这个呢车祸怎么会这么夸张 简直就是叶少妍的翻版一样 7号清晨当时在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 这重大车祸造成了一死一伤 结果呢警方事后调查发现 造势的驾驶才23岁 因为家里头是新店区的大地主 所以平常就是开着百万名车到处把妹 而昨天清晨玩得过火了 不但酒驾还带着酒店妹来出厂 还把货车上的七巡运弓是撞飞车外 当场死亡 整个情节就像是叶少爷本本 为什么要酒驾 头上包着纱布酒驾撞死人的货少爷张凯维 走进北检不发抑郁 你是为了把妹要炫富 所以你再回家换车 讯号以50万元交保 或许是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双眼无神 但在家属眼里货少爷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个很快的小孩 玩年轻人一定都比较会玩嘛 对不对对对 只是说玩的方式是怎么样 我就真的不了解 说他很乖只是爱玩 但看看张凯维的脸书 全是跟辣妹的合照 还常常跟朋友喝酒喝到两甲通红 出入的也是高级会馆跟高档餐厅 手上拿的是台湾还没上市的iPhone 5 年纪轻轻撞死人 酒店妹私利逃生下了花容失色 当时张凯维开着宾示车 跟朋友续托之后 载着酒店妹开上水源快速道路 出车祸 而丧命的是在公庙服务的义工 这似曾相似的清洁 就像是今年4月份 撞死三个人的叶少爷的翻版 这次扩哨张凯维是大四学生 父亲从事营建业 借他宾示车的姑姑开建设公司 而当时开车的张凯维 纠册值1.07 态度这么嚣张 可能是因为他出身不平凡 家族是新店地区的大地主 有张员外的称号 五户联动房屋 私人停车场 还有捐赠出去的卫生所 跟捷军七张站附近的特定土地 通通都是张家所有 有了他们昨天都有去医院 探视这个家族 本身自己做错事了 然后可能不是 说有志关心 但扩销上酒店 酒驾撞死人 让人痛心 已经有叶少爷当教训 难道还学不乖吗 专闻为杨中山周刊展 陈范威台北采访报道